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佛经是我们的精神粮食 所以学佛就要学会懂佛经 所以佛经所云 就是佛经上所说 四地十二因缘 是我们学佛人的开始 所以要懂得四地十二因缘 其实就是讲 我们业感缘起 我们众的一业 开始有这个缘分 十二个缘分 说明我们众生在这个世界上 是怎么流转世界的 流转世界的 怎么样又要出离世界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后 他为我们弟子们讲的最初的佛教道理 就是讲的四地法 所以大家都要懂得什么叫四地法 因为佛的最基本的理论之一 就是四地法 所以四地 地实际上就是真地的地 就是这是一个真地 这个四个是绝对的真地 绝对的真理 那么四地就是指的苦地 极地 还有灭地 还有道地 就是告诉我们 苦 那是人生不可抗拒的 那么苦在我们人生当中 就是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极地呢 就是为什么 我们极这些苦难的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是极就是极具了 有二十五个有苦果的因 所以人有很多的苦啊 非常的苦啊 一切众生啊 从无始以来啊 从贪嗔痴开始的烦恼 造业 然后造的很多的恶业 那么就能招感三界生死的苦果 实际上人的极地 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苦是怎么样来的 苦极灭 就是灭盘 灭盘实际上 并不代表死亡 而是一种解脱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死亡跟解脱 不是一个概念 死亡 那是人的肉体死亡了 那么解脱 就是生死相续 它的灵魂还在运作 所以 这个要懂得灭地 就是灭祸业 而离生死之苦 灭就是要 涅槃 要灭掉自己迷惑的业障 而离生死之苦 离开生死之苦 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生死 道就是完全解脱 就是实现 涅槃境界的正道 所以一个人学佛 学了半天 最后不是正道 那你就很可能 成为偏道 那么简单地跟大家讲了 四地 就是四种真理 这个佛陀就是告诉我们 佛法里面就是 苦积灭道 那么还有十二因缘 因为这些分开讲 要讲很长时间 那么师父就跟大家 把十二因缘当中的环节 有联系的十二个环节 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等以后有时间 我再跟大家细细地分解 再来跟大家做更多的解释 首先是无明 大家知道无明 无明就是无知 不明白你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你才会闯祸 因为你不明白 你才会六道轮回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严重性你才会出事 第二是行 因为你无明之后 你去行了 因为无明而产生的 善与不善的等等行为 大家想一想 善和不善 你自己有时候不知道的 你以为你做了一件善事 实际上它不是一件善事 举个简单例子 人家人家夫妻吵架 你说 对方这么欺负你 你跟他离掉算了 你觉得你是帮了他了 实际上你是造了因果了 所以行就是无明而产生的 善与不善的行为 那么接下去就是事 意识的事 就是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 你的意识的形成 你心里的意识所为 大家不要以为 一个婴儿在母亲的怀里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实际上他已经有感觉了 只要胚胎的形成 他的灵魂注入 他就会有感觉 他也会产生 喜怒哀乐 所以告诉大家 心里的意识行为 产生就是你的意识 那么投胎之前和投胎之后 都会有这种感觉 那么你还在地府的时候 你这种感觉更强烈 那么第四是明色 明色 我现在讲十二因缘 第四是明色 就相当于你在投胎之前 投胎之后的精神 和物质方面的概念的 形成 那么接下去呢 就是六路 六大家都知道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通过眼耳鼻舌生意 进入你的思维器官 那么你的感觉器官 听到的声音好听了 音乐了 人会兴奋了 吃到好吃的了 人特别开心了 那这个六路 进入你的内心 世界的感官 感觉器官 那接下去呢 就是处 接触 就相当于投胎之后 你接触到外界的一切事物 你想想看一个人 投胎之后 生出来之后 慢慢地会接触 人间所有的事情 那你会知道 这件事情好事 还是坏事 可以做 不可以做 是靠你接触的 就像我们经常说 这个人跟人 要靠接触 接触了 你觉得这个人好了 你可能就跟他很好 第七是瘦 人有一个感觉的器官 是瘦 瘦是什么呢 对苦乐的感受 这个人觉得有苦了 他才会感觉有快乐 有快乐过了 他有很多的苦的事情出现了 他就会觉得这是苦 这是瘦 那么还有就是第八是爱 那么人生啊 很多的哲学家 还有很多的文学家 在写小说的时候 他们经常讲一句话 这个世界是由爱组成的 所以人不能把爱 仅仅作为一种非常狭隘的 好像是男欢女爱啦 夫妻之爱啦 跟兄弟姐妹之爱啦 其实它是一种 我们说那是一种 可以变得很崇高 你要是把它拉了低 那么这个人间的十二因缘里面 那么这个爱 实际上就是 爱欲和欲望 都有爱 我喜欢这样东西 我喜欢这个房子 和我喜欢这个人 都是属于爱的欲望 所以九就是取 取就是夺得 收取的意思 取嘛就是追求呀 我去取这个事情 取那个事情 那么人就是啊 我喜欢这样东西 我去追求这些名色 追求这些名色 这个名利呀 我喜欢这朵花啦 我喜欢这个会长啦 董事长啦 这些名和你拥有的 一些感官 觉得非常好的东西 名色 那么刺激你的物欲 对物体的 对物品的一种欲望 所以这就是取 因为你会去得到它 那么实就是有 有是什么 我们现实当中生存的环境 就是有 你有吗 有啊 十一就是生 生就是什么 我们说来世再生 来世再生 生出来又灭度 灭度了又生 那么老死 人生最后 终有一天 有终结的时候 这就是老死 这就是师父告诉大家的 要懂得十二因缘 就是从无名 什么都不知道 一直通过行事 名色 六路 接触的触 然后受 爱 娶 有 生 老死 形成十二个 因缘的环节 都是连续在一起 师父举个简单例子 你非常不明白 到了这个时间了 你可能还没有到这个时间之前 你就是无名 无知 你什么都搞不清楚 然后你的无名 不知道 你就会产生很多善的和恶的 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善的恶的嘛 无名产生善与不善的行为 然后再接下去呢 你开始有意识了 你开始准备投胎了 投胎之前 投胎之后 你知道了 哎呀 我怎么觉得很温暖呢 母亲 吃一块冰激凌 你在里边 冻的 像在冰山上一样 母亲喝一碗 煲汤 广东人喜欢喝煲汤 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滚烫 因为有些人还喜欢喝 非常热的 那孩子就感觉到 这个投胎前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概念 慢慢形成了 然后慢慢出来之后了 眼耳鼻舌生意六种感觉器官开始 接触所有社会的一切了 自己感觉了 冷啊热啊 听到声音了 然后呢舌头了 小孩子肚子饿的时候 要吃奶瓶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哭得很厉害 这个牛奶还没弄好 这孩子就在哭 妈妈就拿个奶嘴啊 先塞在他嘴巴里 这孩子这个舌头一碰到 他就不哭了 实际上就是一种感触 好了 触了 引起的接触了之后 他就会感觉到 吃了东西之后 开心笑了小孩子 然后呢 苦的时候 没吃肚子饿 他会有感受出来 那么感受之后 慢慢觉得 妈妈抱在怀里的时候 特别的开心 爱欲 欲望都开始出现 那么人跟人之间的爱 这种欲望都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追取一些民间和人间的 一些名色和物欲 追取追取了 追取了之后呢 拥有了就存在的 这个环境当中 我拥有它了 然后呢 再生出来 再生出来 其他的想法 我还要 我还要 然后呢 最后就是 人生终有一天 老死 实际上这就是 十二因缘的 环节的一种轮回 所以佛经上 跟我们讲 我们怎么样流转世间 怎么样处理世间 无非就是 由于业 我们人 在这个世界上 作孽很多 饭业很多 流转世界 你只要在 今世没有 好好的修 你下辈子 六道轮回 还会再来 就叫流转 与业 就是因为你造业了 你下辈子 还会再来 业就是由于 你烦恼和无名 你怎么会造孽的呢 因为你烦啊 因为你无名啊 不明白 你不明白 就做了一件事情了 你伤害别人了 接下来给自己 找了无尽的痛苦 那么你就 无名烦恼生气 对不对啊 生气烦恼 那么然后就造孽 造了很多的业 那么这个造了 很多业之后呢 你要还吗 那么这辈子 还啊还啊 还不完呢 那么下辈子 再来投胎 继续还 所以这就叫 轮回 这个造业 所以造业是由于 什么样的环境 才会造业的呢 造业最重要的是心 因为你的心 会造很多的业报 所以造业的人 会有业报 所以小称佛法说 业报论 就是讲 为心因果 因为人的心会造念 造业 那么你的业报 就是由于你的心 开始的 那么叫业报论 这就是我们 佛教的 基本的思想 基础 这是学佛的基础 所以三界为心啊 三界为心 指的三界的业报 业来了会有报应 报应了又会造业 造业了又会有业报 那么怎么会 生生死死的离不开这些业报呢 因为你的心 你不甘心啊 这就是为什么打官司 明明打赢了 又被人家重新再投诉 然后再打官司 你打赢了 他投诉 他打赢了 你投诉 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心所造 因为你不卖账 因为你觉得他是错的 凭什么他赢 这就是生生死死 所以为心所造万法为事 所以所有的事情 在人间都是 因为你的意识 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所以你才会继续自己的行为 比方说今天 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错了 你是不是不会跟人家去争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是对的 你是不是不停地跟人家争 人家找的理由 你再去驳斥它 所以万法为事 知认识一切 你必须要认识一切 世间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懂得 今天大家都在讲你了 你应该懂得 这个夜报开始到来 你因为长时间的 这个不理人 那个不理人 跟这个不好 跟那个不好 等到大家都出来 指责你的时候 你应该收了 你不应该再去找理由 因为你的夜报到了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突然之间在 单位里有几个人 跳出来跟你斗的时候 实际上 大家都在背后抢腻了 就有两个人跳出来 然后边上人就起哄 实际上你的人 已经很差了 这就是你的内心 内心 因为你还不买账 你的意识还不买账 你觉得你是对的 那么就引起了 内心的分别 所以为事 你的意识的分别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的 你会一直这么执着下去 意识是什么 意识就是分别的意思 所以你要记住 你说你有这个意识 实际上你就有这个分别性 我认为这个人改不好了 你就是心中有分别性的 我认为他一定会改好 你也是有分别性 因为在你心中意识能分别 是心的作用 所以所分别 所有的所 所分别是什么 就是由心观察对象 你的心去观察这个事物 或者这个对象 你跟它的作用 你所分别性 所以佛教 不管大秤还是小秤 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呢 唯心因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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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